我想問一下年輕人 有否人真的會接觸到邪術 通常鋼的都是被人下 其實我朋友中過的 我的天,他中甚麼鋼 他那時跟女朋友分手 他女朋友給他帶綠帽 之後還要下他鋼 因為他們一起投資了一些東西 可能有一天半,他們分裝不穩 女生就不給他 然後女生就找師傅下他鋼 下了甚麼鋼 我不知道他甚麼鋼 失一鋼,即是忘記了成品 他那時是耳鳴,他聽不到 耳鳴鋼? 他說長期好像你的耳朵入了水 很可憐 長期監住了 他真的很惡毒 很惡毒 然後他看耳鼻喉課 他走去搖,搖完刀是聽不到的 他就去找師傅,他說他中了鋼 我聽朋友說 師傅不知如何摸他那些蠟燭 然後再把他的頭髮燒一下 他的蠟流出來變黑色 他耳朵真的很骯髒 他說那天睡醒後 就失去了異失的感覺 以明 通常做這些事,壞人會有後果 有後果 通常要我所知鋼是否會反彈 我聽說是施鋼的人才會被反食 施鋼和解鋼的人的功力在鬥 如果解鋼的人成功找到方法解鋼 那你就死定了 好像你無法再做任何事 阻止那個人解鋼 好像黑魔法的毛絲 黑魔法的毛絲 你們知道鋼是維持多久的嗎 我真的想問你 你不解鋼一直維持 你不解鋼一直維持 會直到死的 說起邪術的話,你們會想起什麼 我們寫在一個版本上 飛頭鋼,為什麼飛頭鋼呢 你們有去過馬拉嗎 有 馬來西亞 你們有看過馬拉上面的屋子嗎 例如古舊式或傳統的屋子 上面的屋頂有些驚激 或者有些東西凸出來,慘出來 就是防小偷那種,是不是? 就是天線的,是不是? 對 守天線 沒錯,為什麼會有這種存在? 就是想防止飛頭鋼 飛頭鋼? 飛頭鋼即是怎樣? 頭會飛出來,然後會有什麼問題? 正確,就是頭會飛出來 就是馬拉有些人想練飛頭鋼 就要找一個地方很隱蔽的山 就像練玉女心經一樣 你要閉關 頭飛出來… 對,其實就是… 但那個屋頂… 那就糟了,飛出來 他們真的這樣說 用他們的方法,用他們的念力 或者冥想等等的東西 將自己的頭,不只是頭 頭連你的脊椎,甚至乎內臟 全部一起出來 你只剩下一個房子 找一條腸 對,找一條腸 所以就不會死了 它有七個階段 這七個階段 你全部都要靠人血去衛生 所以為何要有屋頂 會有一些東西刺出來 就是因為你的頭飛的時候 你會去找人 頭找人的時候,很容易要卡住 因為你沒有手沒有腳 對嗎 你就要找東西卡住他的頭 對,卡住他的腸 好像刺魚蛋一樣 好像刺魚蛋一樣 對,因為他的內臟會繞其他東西 有些腸 飛高一點就不行嗎 不行,他飛不高 但其實… 看回他的功力 每年練習一個階段 他的功力就會大 可能你練習到七個階段 他就會更厲害 那會不會太強勁 最高級就連腸也沒有 只會撞肥 最高級,他就說 你完成七個階段之後 你就要維新 保持著 你每49天 就要拿一個在腹中的胎兒的血 吸光它 所以那時候傳說 馬拉以前有很多婦女都很害怕 寶寶 亦有很多寶寶死了 所以就是有這種原因 牠們只是吃人血 不是的,牠們看到所有生物都會吸光 貓、狗全部都會吸光 但當然人永遠都是最甜美的 亦都練得最快 甜美… 可能是你 甜美… 可能牠們拔到我 好像拔血都要吃 你有練過嗎?你說得這麼熟悉 為何這個飛頭鋼是表表姐 最難練成,亦最強勁的 就是你只要被人看見你 被人發現了 或者你不小心扔住 你就玩完了 對… 現在這個現代社會 有頭在那邊飛 打破頭 很上網 立即航拍捉著牠 你飛去哪裡?沒有飛對面 有些人可能以為 這個飛頭鋼是針對某些人 然後我就靈魂出竅 然後去到那個地方吸牠一點 其實牠不是,這只是練成 你懂得做飛頭鋼的這個步驟 到最後這個飛頭鋼要做甚麼呢 就是令你自己長生不老 噢… 頭一出出來 即是你變成百度不侵 即是就算你怎樣落什麼鋼也好 被人發現被人解除也好 你也不會有事 你پ子一樣 我真是令人看過 總之一個人 你為人質疑 你為人質疑 你會但我拚絕 這樣就像你一樣 你為人 prayer 你為人負責